人家講屋肉偏逢連夜雨 老船長什麼意思 就說你不讀書 就你們家的屋頂破了一個洞 已經很倒楣了 剛好又怎麼樣 一直下雨 晚上的時候你就沒辦法睡 拿水桶接啊 水桶有滿的時候 而且會大聲很吵 所以屋肉怎麼樣 偏逢連夜雨 這跟台北股市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啊 台北股市沒有量 中華民國分析師 誰預告最多年 最準 小弟我 我說過 除非換總統 改朝換代 不然台北股市 它不可能讓你看到 一千八百億到兩千幾百億的量 以後你們就會越來越相信我啊 那老船長 那這跟屋肉有什麼關係啊 各位想想看 十一月二十九號 這一個是 多合一的選舉 大家都在觀望 那本來成交量就已經一咪咪了 這一觀望啊 難道不是雪上加霜嗎 老船長 你講的有道理耶 難怪啊 六百七十六億啊 完蛋啦 招了一個高啊 所以指數漲跌根本怎麼樣 不重要啊 你就看到一堆二百五跟三八 在那邊分析大盤 這有什麼好分析啊 這裡買 這裡賣 這裡買 這裡賣 這裡到底是買還是賣 漲上去就說這裡買 跌下去就說這裡賣 不要再相信那些鬼扯淡的技術分析啊 技術分析是 玩股票裡面最低下階層的 了解 就你剛來股票市場 你最容易被騙的 就是怎麼樣 人家啊 告訴你要用技術分析來賺錢啊 醒一醒好不好 等你輸個怎麼樣 三年五年 啊 開始有人告訴你 要學基本分析啊 不能看怎麼樣 技術分析做股票啊 好啦 等到你基本面分析 再輸個五年 怎麼我還是輸啊 老船長 前後輸了快十年 有人跟你講 嘿 消息面喔 在這兩個字上 你才知道 難怪股票市場 很多得了諾貝爾 經濟學獎的這種程度的 教授 來玩 一樣輸到脫庫啊 那老船長 消息面 消息面 有你也不會知道啊 消息面 但是現在什麼面喔 我跟你講 都沒有什麼用 因為 怎麼樣 巧富難為五米之炊啊 我最近一直要告訴喔 所有的投資人喔 這個觀念 就你們家有一個再會做飯的大廚師 沒有米 給他做 你做一鍋飯給我看 沒辦法 那台北股市 這麼多年都沒有成交量 你想在裡面撈錢 基本上 就是一個字 難 但是我沒有說不可能喔 但是至少難嘛 欸 節目看了這麼多台 就老船長講話最中肯 看別台都是怎麼樣 天天掌停板 你參加 就踢到鐵板 現在台 欸 你知道現在台面上不流行分析師啊 大部分的分析師都變成怎麼樣 爆牌師啊 職業爆牌 你每天看他的節目喔 他就怎麼樣 每天喔 都叫你打電話進去 告訴你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叫做無敵鐵金剛 這檔股票叫做什麼 超級馬力 下一檔股票叫做什麼 請問一下 這個是爆牌師 還是分析師啊 有沒有人管 沒有 所以我跟你講喔 台灣這個寶島 現在喔 被人家笑成怎麼樣 黑心食品島 我們的食品要輸出到國外去喔 有些國家已經怎麼樣 不讓我們輸出啊 各位有想過嗎 以前我們都笑 啊 中國大陸都黑心食品 台灣吃啊 最安全最好 對不對 現在誰敢講這句話 我看到電視啊 說現在可以開始跟頂心求償 我覺得很好 就叫他們賠啊 賠到倒啊 這種企業 如果不倒的話 這天底下還有公里嗎 對不對 那股票市場也是啊 你每天打開電視 有一堆人要排隊怎麼樣 甚至插隊要幹嘛 要騙你啊 有沒有人管 我現在問你們有沒有人管 沒有 那你們心甘情願啊 人家叫你打電話進去對不對 哇 每天一樣 寫著天花亂墜 叫你去拿那一檔 每天換不同的名字啊 奇怪了 我想問主管機關啊 這不是公然詐欺 這是什麼啊 證券交易法明文規定 詐欺七年有期徒刑啊 為了什麼名 你這些人啊 肆無忌憚 根本啊 就不把主管機關 放在眼裡啊 就像鼎欣衛家 這樣公然的做這種假油啊 黑心油給我們吃啊 大賺其財啊 欸 多少年了 表示什麼 表示政府啊 主管機關都怎麼樣 放任嘛 對不對 你本來就有抽查員啊 弄一個GMP 只要拿到GMP 就OK了 GMP我現在貼在我們家垃圾桶上面 所以一個執政者 如果你不能夠不斷地去怎麼樣 去稽查 你就對不起老百姓 因為老百姓是相信政府嘛 對不對 就像你們這些觀眾 你們都相信主管機關嘛 欸 這哪裡知道頭顧老師還會騙人的啊 既然頭顧老師會騙人 為什麼主管機關不抓啊 是不是 哇 每天弄那個績笑表給你看 有沒有 裡面都大賺 你們知不知道 有明文規定不可以這樣子做 不可以在節目上公然的怎麼樣 公佈績笑表 因為那個東西可能都假的 造假嘛 無從查起啊 那請問一下為什麼這麼多人這樣幹 表示怎麼樣 主管機關沒有在抓嘛 那你不抓 倒霉的是誰 就是這些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因為謊言講21次 人家就信啦 對不對 現在的台北股市 是各位最怎麼樣 最容易啊 手忙腳亂啊 失去方向的時候 你只要聽我老船長的 第一個 你的心態就是 現在要賺錢比登天還要難 好不好 你先想這一件事情 你就不會怎麼樣 急急盈盈 每天想要怎麼樣 最高殺低 這隻不行換那一隻 後來你發現 沒有用 你就是怎麼樣 乖乖的給我等待 你這一段時間 你要怎麼樣 先穩住 然後你把你的策略 先擬好 因為不可能一直都這樣 我講就是六七百億的成交量 老船長你不是說這個 除非換總統 我們不然不會有成交量 對 但是 偶爾會有一千億以上的量 比如說一千啊 一千一啊 那個就是各位賺錢的機會 了解 現在六七百是因為要選舉 在觀望嘛 所以你的心不靜下來 我講你聽得懂嗎 老船長 我們漸漸明白 所以現在你要先怎麼樣 先卡好位 布好局 老船長卡什麼位 卡大力光啊 我沒意見啊 卡台積電啊 請便啊 你看我的節目 如果是為了要買大力光台積電 甚至紅海 你不用看了嘛 對不對 那些股票 都是基歐股啊 但是怎麼樣 你沒興趣 而且都掌握在 外資阿兜阿的手裡 你玩不過他們的 我就勸你 你不要嘛 那老船長我們應該怎麼玩 很簡單 各位先去喝一口水 下半段的節目 你把我的話聽好 經過這個週末假日之後 我相信下個禮拜 你會開始改變 你的策略跟步伐 導播 進廣告 哇 夏日青山 清涼就像汽水 清涼就像微風 簡單穿著冷氣調高 留得青山菜 不怕屬心燒 其他的故 去品之夜 10月14號星期五 晚上7點在台北 要告訴您不能說的秘密 另一個九郭02 23898689 23898689 不是青蛙不下 但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破浪 一路過五關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8689 0223898689 其他的故 去品之夜 10月14號星期五 晚上7點在台北 要告訴您不能說的秘密 另一個九郭02 23898689 23898689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 男友 吹記憑啊 先用記憑五分鐘 請出 首先 你在這個週末假日 把你的股票看一遍 老船長 這樣滑滑 這個都報了幾十年了 這種觀眾 你轉台 你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你這種就是怎麼樣 把你的股票傳給你的兒子 你的兒子傳給你的孫子就好了 因為你的一輩子都在等解套 神經病 對不對 股票市場 永遠的輸家 就是我剛剛講這種 此股 哇一堆啊 一張兩張 一張兩張 這一種還跟他講什麼呢 這種就是沒有救的啊 對不對 我現在講的是 你想要 賺錢 但是呢 你手上的股票 你要稍微檢視一下 因為 在台北股市 再度放量的時候 這些股票 它是有機會 重返榮耀的 那你現在抱著才有意義嘛 對不對 你一直抱著那種怎麼樣 什麼中環萊德啊 幹什麼啊 下禮拜一 就把你手上的這些股票 把它賣賣掉 然後呢 去換 換那個喔 這一波喔 大跌下來 跌得莫名其妙的 接下來就重要囉 然後有阻力在底部 大量買進的股票 有些股票 它這一波這樣跌跌跌跌跌跌 越跌越沒有量 那個你不能買喔 關鍵就在於 你看它暴跌之後 在底部爆了一個超級大的量 然後呢 它現在會開始整理 表示什麼 表示下一波的主流 就是這樣的股票 因為前一陣子 這樣子跌下來股票 一堆莫名其妙喔 但是你都會發現 裡面有很多 都像我形容的 那個底部是爆量的 籌碼被主力接走了 誰殺在那邊 當然是散戶啊 難道是主力殺的散戶接的啊 250 嘿耶 對耶 老船長 那你去想 你把你的那些股票 換成 我剛剛跟你講的這樣的股票 那下一波台北股 是再度放量到 八九百億以上 一千多億 這些股票我說過 因為他小型 他底部主力吃了很多貨 一定會拉 什麼 哪一檔喔 你自己早不會啊 我跟你講你會信嗎 你們都是要怎麼樣 事情真的發生了 老船長好準喔 有什麼用啊 我知道你們不會相信 但是我還是要講嘛 就像我跟你們說 這股市現在賺錢的 是比登天還難 你信不信 你當然就轉台了嘛 隔壁台的爆牌師 每天爆 你趕快來拿啊 要大漲五成一倍的股票啊 還不用錢啊 你打電話進去 喂 哪一支 倒一支 你要先參加會員才會告訴你喔 正下耶 要不然就怎麼樣 隨便爆一支給你 有沒有長五成 有沒有長一倍 沒有沒有就算啊 電視上這樣講不算詐欺啊 因為主管機關也不管啊 就是啊 除非有一天出事情 啊主管機關說要救責 救什麼責啊 主管機關應該先處分自己啊 對不對 就像什麼衛福部啊 各位 這個黑心油事件 最該受到處分的 就是衛福部啊 拿了我們人民的納稅衣物錢 平常在睡覺 啊 都不稽查的啊 人家檢舉都還不查的啊 所以我常講啊 台灣這個社會 可以說上梁本來就不正嘛 下梁當然歪嘛 對不對 今天如果 最上面那個人 他的心態 就是你有種你犯法給我看看 通通抓起來 那這個社會的風氣就不一樣 那如果每天只想的選舉 各位觀眾 其結果就是今天這個德性嘛 對不對 股票市場就是這個死樣子給你看 關我什麼事 我又不做股票 對不對 你們這些愛做股票的人去死啊 所以啊 我的話你們不愛聽的 你每天在那邊 這一支不行 換另外一支 都一殺來殺去 到最後你的錢就怎麼樣 沒有了 等到怎麼樣 改朝換代了 好運氣不錯 成交量又回來了 也許這個新的朝代 他重視股票市場 成交量又回來了 關你什麼事 你已經書掛了 所以各位要忍耐啊 你已經忍了這麼多年了 各位再忍一年多 聽得懂嗎 那我最近 那我最近 在很多天前 就提前公告 這是我當投顧分析師以來 唯一的一次有提前公告 因為我知道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人在看我的節目 手上都有 你不來 沒有關係 真的 那你不要怪我 你不要說 唉唷我怎麼都不跟你講啊 我電視上我能講 我當然講 問題是 你也不要害我 那你手上有的 你到現在還沒搶到座位的喔 我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你想來 我就會讓你來 這個週末假日 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 我已經交代了朱曉明了 他的台語錯號叫 Dia明 朱仔明 我說Dia明啊 這五、六、日、三天喔 我們再給所有觀眾 一個機會 你沒有把位子搶到的人 請你注意喔 下個禮拜 我不見得開放讓各位登記喔 最起碼下個禮拜一、禮拜二 絕對不會讓你登記喔 你也可以讀讀看禮拜三 還有沒有座位 我醜話先講在前面 那你來 你手上有 我告訴你之後 我相信你會笑出來 你聽得懂齁 第二件事情 我不會讓各位白來的 你來 我同時還會告訴你 我的一個計畫 以及執行的什麼時間 我還會帶你怎麼樣 如何做一個轉換的動作 上一次北中南演講 我有稍微透露了一下 凡是有來會場的 北中南的都可以幫我作證 我只是稍微透露一下 有來的人通通都賺錢 那那一檔股票 我說過我絕對不會在電視上 目前我絕對都不會講 所以這個續品之夜 它是一個有智慧的 我會告訴你 你應該怎麼樣在這個股市生存下去 當然你想要聽那種什麼 教你最低層的技術分析的這一種 你就去吧 你輸個三五年後 你就相信我講 在股市賺錢 沒有人在看技術分析的 輸個三五年 然後再看基本面 再輸個幾年 最後你還會乘服 我錯了 原來股票沒有那麼簡單 股票的關鍵在什麼 你看清楚 股票的關鍵在什麼 我希望你這一次可以跟我們的會員同步 一定有機會 想要知道這個計畫的人 我希望你在五六日這三天看我節目 一定要把座位搶到 下個禮拜基本上是不開放的 你不要想說什麼 我下禮拜一再打電話 禮拜二再打電話怎麼樣 因為可能在這一週就額滿 我直接宣布 那到時候就是11月14日 如期舉行 有來的人 我跟你保證 你會笑得很開心 並且你可以知道 如何在什麼樣的時機點 做最棒的轉換 你不但你會反敗為勝 你還會怎麼樣 把今年一整年你輸掉的錢 全部一次賺回來 相信我的人拿電話 不相信的你就不要來 我不是那種每天在騙觀眾的爆牌師 五 錯過這個週末假日 你就不要再打電話來登記了 開始搶座位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還可以網路預約申辦喔 如果護照遺失了 快到附近警察分局報案 出國前記得檢查護照效期 要超過六個月喔 晶片護照安全又便捷 外交部祝您旅途愉快 詳細內容請上網搜尋 其他早顧 續點之夜 10月14號星期五 晚上7點在台北 要告訴您不能說的秘密 另一個九郭02 23898689 23898689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過浪 一路過五關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8689 0223898689 其他早顧 續點之夜 10月14號星期五 晚上7點在台北 要告訴您不能說的秘密 另一個九郭02 23898689 23898689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其他早顧 當年啟動 最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諮詢再見 0223898689 0223898689 大腳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的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 擔有 吹記憑 先用記憑五分鐘 歡迎光臨 這是... 這是MIT